魏无羡却误会了她的意思 道 师姐只是弱智女流 平日只在内围流连 又兼性情温和 修为平平 谁会去特意为难她一个弱女子 比起师姐 反而是精灵的存在 更让人忌讳 蓝忘机低声道 我以为 你会去帮金子轩 毕竟金子轩是江艳离的夫婿 而魏无羡是 何等看重这位师姐 可谓人尽皆知 怎么可能 魏无羡失效 内心十分平静 蓝灵金是宗族内部争权夺利 我掺和来作甚 不过 泽吾君和金光瑶一向交好 私情甚笃 蓝战 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家吧 蓝忘机微摇头 兄长不会片帮插手的 一阵寒风吹进洞来 卷来几片雪花 悄然落地 冰融成水 魏无羡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伸手在乾坤袋里掏啊掏的 还真让他掏出了一小坛熊黄酒 魏无羡赶紧喝下一口暖暖身子 对蓝忘机说道 你也来点 蓝忘机眸光微动 不必 魏无羡想了一下 一脸赞成地点头道 也对 你那酒量 在这荒山雪地发起酒风来 我可吃不消 然后他很理所当然地独吞了这一滩熊黄酒 两人有一下没一下地聊着天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 魏无羡被靠墙壁 一边喝酒 一边随意说 小时候的事 我很多都记不得了 就连爹娘的模样都已经模糊不清 这次来到雪山寻找他们的遗体 说是为全效益想让他们入土为安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安不安又怎么样呢 人死又不能复生 说到底 不过是为成全我的一点念想和遗憾罢了 蓝忘机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听着 姜叔叔带我很好 养育之恩 收徒之义 我终身不忘 但是 他从来都不是我的父亲 修为 金钱 权势 地位 这些都能靠凭手段本事得到 唯独父母之情 是我终身汉事 毕竟我再有通天手段 也断无法让人起死回生 可笑的是 这样简单的道理 我现在才能想得明白 蓝忘机的侯杰动了动 想着该如何安慰魏无羡 却见魏无羡歪了歪头 朝他举起酒坛 问 蓝湛 你懂我的心情吗 魏无羡脸上闪过难过 遗憾 不舍等情绪 唯独没有沮丧不安 自厌自弃 静默片刻 蓝忘机缓缓点头 眼神柔和 我懂 魏无羡用酒坛碰了下碧尘的剑柄 争从一声脆响 仰头喝下一口酒 叹愧道 我就知道你懂 蓝是双臂的绅士 在悬门百家也不是什么机密 他朝蓝忘机看过去 只见那一双浅若琥珀的琉璃色眼眸 在雪地折射回来的光线中 显得格外的波光炼焰 让他有些目眩神迷 情感的萌动 往往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 魏无羡抢迫自己一开视线 胸腔处的心脏 砰砰砰的急剧跳动 他闭上双眼 假装闭目养神 动力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 魏无羡原意 只是想冷静冷静的 可也许是太累了 不知不觉中他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呼得有什么东西落在他身上 暖一袭来 他动了动身子 调了个舒服的姿势 沉沉睡去 蓝忘机替魏无羡折上一件披风 右手抬起又放下 来回两次 犹豫半晌 终究是没敢将人揽过来 只是在魏无羡身边坐下 替他挡住风口处席卷而来的寒意 蓝忘机看着那张熟悉的睡颜 想起那句我就知道你懂 心口末地传来一阵刺痛 声音轻之又轻 魏英 我懂你 你心性磊落 爱憎分明 言行如一 为证你心中道义 即使是道 风刀双剑言相破 亦不退缩 绝无反悔 而我 却连一句我心愿你都不敢说出口 还强迫你 瞒着你 做出那种事 你这么一个爱热闹的人 就连曾经与你敌对的方家的孩子 你对他们都是和颜悦色的 你是多么地喜欢孩子 我却连给你一个孩子的资格都没有 这让我怎么说得出口 魏英 我心愿你 你可愿和我在一起 忽然 蓝忘机微微一笑 目光眷恋地在魏无羡的面容流连 心想 幸好你还在 只要你还在这里 说与不说 也就不重要了 风雪不停 卷去了一切爱恨痴愿 数日后 雪是稍有缓解 但观其天色和气象 只怕短时间内不会放晴 魏无羡和蓝忘机商议之下 决定先行下山 待日后再来此地 下山后 两人为反怡陵 而是一路往东 先去姑苏和蓝西辰会合 再去蓝陵 此刻 远在千里之外的蓝陵 金临台的主人金光扇 正在大发雷霆 聂家 蓝家的寒剑 你看了吧 闯下这种大祸 那两个废物 死了也就死了 你还敢来求情 一个身穿金星雪浪袍的中年男子 被金光扇 骂得抬不起头 他是金光扇的族书 也是金荣金安的父亲 长子已死 但幼子还活着 事关小儿子的性命 他只能硬着头皮说 阿荣他们是想着 寻路杀回 我们占着人数之力 围住那群人 正好来个关门打狗 只要把那魏无羡杀了 没认出这个头 依我们和蓝家的关系 此事就能到此为止 金光扇面色阴寒 关门打狗 魏无羡和狼望鸡是狗吗 那是狼 是狐 好 就算他们是狗 那还有一句话 恶犬伤人 事实就是 金荣已经被狗咬死了 金安也被狗咬伤了 这还不算完 那只狗现在准备来金灵台继续咬人了 你告诉我 你准备怎么应付它 足书颤声道 要不 向它赔礼谢罪 只要能换回小儿一命 金光扇冷冷地说 晚了 这件事已经捅到聂家和蓝家那里 相信很快就能传遍玄门百家 藏不住了 魏无羡那脾气 你还指望他手下留情 更别提当时还有一个韩光君在场 那是蓝西辰的亲弟弟 姑苏蓝氏岂能善罢甘休 蠢到这个份上 他不死 谁死 足书心急如焚 盲向侧立一旁的金光瑶 投去哀求的眼神 希望金光瑶能帮忙求情 金光瑶目不邪视 壮弱魏神 只是道 金荣已被魏无羡当场斩杀 门生弟子死伤过半 在许乙方 唐两家一些利益好处 抹过此事不难 唯独难办的是 魏无羡和韩光君都在现场 万一他们要求金安明正典型 蓝家 聂家 是断不会反对的 这件事说大不大 但处理得不好 对金家而言 是一个危机 蓝令金是一个偏执族人 和一个克青 就敢对世家宗主按下杀手 理由只是 被撞破丑事 要杀人灭口 实在是害人耸听 如果蓝令金是处理不当 包庇凶手 悬门百家得知 难免会对方 唐一行人的遭遇 感同身受 深觉同情 对金家来说 是百害而无一利 金光瑶道 不如 我们先发制人 可以抢先在 魏无羡他们发难前 先对金安 以及这一只族人 做出处置 保住他们性命 待风声过后 再对他们另行安置 文言 族书哀求地 看向金光扇 只要能保住性命 其他好说 金光扇脸色不善地赤道 他蠢 你也蠢 他转头看向族书 叹了一口气 说道 金安保不住的 你这一只 即日起逐出金架 与你们三日时间收拾行装 我记得 金蓉还留下一个 刚满周岁的孩子 这样吧 子勋去年病逝 他生前没有孩子 你的孙子呢 就记在子勋名下 冲作四字 这孩子 就养在金林台 跟阿玲做个玩伴吧 你看如何 族书先是京剧 再是正冷 听到最后 却是双眼一亮 当真 金光扇笑道 千真万确 族书悲痛道 金蓉他们闯下弥天大祸 死不足惜 还替宗族惹来这等祸事 我为人父 亦有管教不言之职 一切就听从宗主吩咐 即使他们被逐出金家 但日后金灵长成 亲孙子能记入敌之名下 如果能在未来宗主的身边站稳脚跟 他们这一只要牵回来 一时亦如反掌 还能更上一层楼 吐露風